版门电宣言重点逐个数 版门电宣言中囊括了取核化、对话机制、让离三家庭团圆等议题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蒙在寅 于4月27日下午签署版门电宣言 共同治理创造和平 以下为版门电宣言重点 1.南北双方将半岛无核化列为共同目标 双方认为朝鲜方面采取的行动别具意义 是这次能达成取核共识的关键 双方同意在此议题上妥善扮演各自的角色 负起相应的责任 双方同意积极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持与合作 2.今年作为停战65周年 南北双方同意共同与美国举办三方会谈 或是与中美双方共同进行四方会谈 讨论永久停战、建立稳定和平的议题 3.双方领导人同意通过定期会面或直接电话的方式 平凡而真诚地讨论重要国事 加强互信与实践力度 促进两韩关系迈向稳定 繁荣与和平统一 在此 文在寅同意于今年秋天造访平壤 4.鉴于紧张局势已经得到缓和 军事建立信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南北双方同意分阶段进行裁军 5.南北双方同意立即处理战争带来的人道一体 加入两韩红十字会的讨论 让因战争分隔两地的家庭得以重聚 双方同意及其展开相关计划 在今年8月15日国家解放节时让离散家属团圆 6.国际上 双方愿意共同参与国际运动赛事 例如2018亚洲运动会 以共同展现双方的智慧 才能与团结 7.双方领导人宣布 在8000万名韩国人的见证之下 半岛不会再有战争 和平新时代就此开始 美国 中国 日本 俄罗斯等国 选及对此结果表示祝贺 全顶不贵 全顶不贵 全顶不贵